越来越逼近毕业季 为了让毕业生找到好工作 交通大学已经连续第29年举办 Open House校园真才活动 主要招揽来自科学园区的厂商 约177家机构 229个摊位 总共释出3万个职缺 今年是第29届的Open House 那在今年我们首度将场地移到了 我们交大的校园中心 也就是浩然前广场 那主要原因是我们不希望 这样子全校性的活动 局限在同一个系馆 我们希望扩大举办 在一个校园的中心 在各系馆的旁边 让更多同学能够来参与 包含应届毕业生与在校生 活动现场人潮满满 学生看薪水也看职缺 最受欢迎的还是知名的科技大厂 我可能会比较想要投相关LED产业 科技产业 因为我现在是刚毕业 那我会比较想要先赚一点钱 然后在后面赚一点钱后才可能会考虑去一些比较 比较正常上下班的公司 对一开始可能会想要去多赚钱 所以我可能会想要去台积电 或是那些比较top前期的半导体公司 我今年就投了台积电 还有联发科 主要是这两家 我锁定的坦业是暂时是IC设计 对 然后我是本身就读电机系的 然后我就对这一方面就是比较有兴趣 侦才业者表示 今年希望拓展大数据市场 希望找到相关科技的学生进入职场 也为公司带来新的胜利军 好 今年部分的话 我们收到还蛮多蛮优质的履历 那主要还是以我们就是 比较面板相关的科技为主 不过今天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收到蛮多就是像是 比较是大数据这一方面的 学生的一些履历 那刚好我们公司现在也在做就是 智慧工厂这一块 也是非常符合我们现在一个直接的需求 那另外就是今年多了蛮多 就是博士的履历 对 都还蛮优质的 也是今年在这个 真材会上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交通大学则表示 今年半导体与系统厂商参与踊跃 海外企业也比往年更多 让同学们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争取心目中的理想工作 开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 在这里的设计则发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